我想来 这位美国猛男联发九推和华春莹干上了 美国打折网 新年购物神价直播 Don't mind really click Don't mind worrying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的 共和党委员布罗丹 卡尔 周四晚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那共和党委员布罗丹 卡尔 Brandon Care 连发九条推 文回复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推文中列卡尔举了几名中国催 少人 这些吹少人在曝光中共病毒 又称新冠状病毒 COVID 19 疫情后被中共当局销声匿迹 你能让他们现身 以便我们说 说话吗 卡尔的推文火力全开 他列出包括艾芬和李文亮医生也急 记者李泽华和任志强等人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华春莹周四上午 发布了一条推文 敦促美国和中国政府合作 对抗冠状病毒大流行 他写道 随时欢迎来中国 享受在街头上与任何人交谈的自由 在华春莹的推文发表后 卡尔发出了109条回复 一 好极了 手 先 我想与艾芬医生交谈 他曾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 试图对病毒 发出预警 你能让他现身 我能和他说说话吗 二 接下来 我想与 陈秋实和方斌聊聊 这两位视频博主是图让世界偏见不被中共管律的 武汉 你能让他们现身 让我们可以说说话吗 三 接下来 我想与 李泽花寒谈 他在武汉做新闻记者 拒绝对冠状病毒保持沉默 在她 的上一次播报中 他直播了自己被逮捕的过程 你能让他现身 我和 他说说话吗 四 然后 我想和徐志勇谈谈 他批评你的胆魁应对观 撞病毒爆发失责而被捕 你能让他现身 我和他说说话吗 五 他们 不能出来说话吗 真奇怪 那让我跟任志强谈一谈 他转写一篇文章 批评你的政权掩盖观众 撞病毒的爆发 因而犯下了重罪 你能让他现身 我能和他说说话吗 六 好吧 英雄医生李文亮又遭遇了什么 他 在半夜被拖到派出所 被迫撤回他希望全世界听到的预警 七 我可 你和徐志勇谈谈谈吗 他是北京的法学教授 写了一篇题为病毒警报 那文章 他说出了世界所知大的 你的专制政权和审查制度阻碍了 延缓冠状病毒传播的努力 你能让他现身吗 八 然后 我想和在武 汉协和医院工作的谢林卡谈一谈 他与其他武汉医生一起 试图对 冠状病毒敲响警钟 然后遭到中共官员的谴责 并令其保持沉默 我可 你和他说话吗 在卡尔的最后一条推文中 卡尔问话春莹说得随时 欢迎来中国 享受与街头上与任何人交谈的自由 是否还算数 还是 这也像其他的事在中国突然就会消失了一样 自去年底武汉爆发冠状 病毒大流行以来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严格审查信息 这让人们怀疑中 共官员在掩盖这次疫情 关于病毒起源的性质也仍然存在疑问 这次 病毒爆发早期 中国的吹哨人就一再谨声 谴责 或者在某些情况下 失足了 4月初 美国情报官员在一份机密报告中得出结论 中国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